第二 如果他来了 他说这与我无关 按照我们当初 你跟我母亲之间的约定 你是不应该生下这个孩子 我不认这个孩子 你怎么办 将来我会告诉孩子 他的父亲应年早逝 如果孩子他爹来到了现场 痛哭流涕 要承担起自己所有的责任 你还愿不愿意跟他好 不愿意 从他抛弃我跟孩子那一刻起 无论他再怎样 我都不会理想 他会说杨雪我是个懦弱的 你知道我的 你了解我的 我是被我母亲所逼 但是现在 我再也无法忍受 这样的被控制的生活 当我知道我有了孩子 我必须做一个真正的男人 来保护你们娘娘 难道我们不能再习吗 即便不能再习 我也愿意在生活当中守候着你 可以吗 不可以 孩子还那么小的时候 他宁可放弃 我觉得他非常残忍 他不只是懦弱 好吧 既然你这么决绝 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你会再婚吗 不排除这个可能 我可以考虑 为孩子找一个好父亲 前提必须是对孩子好 我只给你一个建议 还是不要说他一年早逝了吧 孩子拥有这样的知情权 如果我还没那么用 我但是营福博